孙莲刚先生是后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 中国当代表义主义的代表人物 那么他同时担任多个机构组织的理事和总监 其中包括中国画家协会理事 草场地艺术区艺术总监 亚洲艺术基金会艺术总监 以及亚洲艺术博览会艺术总监 没错 那之前大家眼中认识的孙老师 可能是哲学家 画家 以及艺术家 但是今天他将以一个独特视角 去阐述人工智能 以及未来科技的一个独特的理解和见解 那么谈到人工智能 是现在当下非常火的一个话题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如果说十年前 如果大家提到AI的话 反正至少谈到我脑海里的是 Alan Iverson 他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篮球明星 而如果现在谈到AI的话 大家已经家喻户晓 而且现在AI已经非常火 逐步应用到了各个的领域 而就在昨天 李开复先生在 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典礼的演讲当中 也提到了 在下一个十年 会真正迎来AI的时代 所以说 刚才在我跟孙先生 在这个活动开始之前 跟他有简单的交流 而孙先生表示 对李开复先生的一些理论和研究 表示提出了他的不同的见解 他认为今天的口号应该是 挑战Google 颠覆Google 投资未来 他用他的东方美学 挑战西方的科学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 有人用这样的口号来阐述他的观点 所以我也非常地好奇 孙先生今天能够带来怎样的独到的见解 没错 那让我们大家一起来期待一下 就是一伙的演讲 那下面就让我们把话筒交给孙老师 看他今天能够带来怎样的精彩内容 欢迎 欢迎 所以今天呢 这个主题 非常的 有号召力 因为那个 昨天呢 李老师讲了人工智能 可能你们在网上也可以看 李开复老师呢 对人工智能 他关注了很久了 但是我关注了只有三年 我从2015 2016 2017 关注了人工智能 这一块 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啊 人工怎么智能 我想你们的问题 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 也希望你们每个人拿出手机来 可以做直播 拍下来今天 这个伟大的时刻 这个伟大的时刻 就是东方智慧如何挑战西方的科学和数字 我说的挑战 并不是把它那什么 更多的是东方的智慧 跟西方的科学的一种融合 所以呢 我们不是谁把谁挑战的问题 我们东方的智慧 更多的 它的经验和感应系统 和西方的逻辑思维 方法论 和它的数字系统 这个时候有了一个东西方的融合点 这个融合点呢 就是科学和哲学的融合 艺术和技术 和技术的结合 我想咱们每个人都拿着苹果手机 苹果手机成功的乔布斯 它的成功 就是把最新的技术 和最牛的艺术 结合在一起 苹果的成功 就是技术和艺术的 最好的融合 我们的未来不是梦 是现实 我们的现实 告诉我们 人工智能 早已悄悄地 走到了我们身边 只不过我们刚刚感觉到 好像它有一种威胁 人工智能这个科技 威胁到了我们的很多东西 其实我觉得 大可不必 因为人类对未来 更多的是 我们更多的是经验的恐惧 我们恐惧未来 恐惧未来 其实呢 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我觉得 我们的未来主义 我是当代艺术 做当代艺术的 但我觉得真正的艺术 应该是对未来有所启迪 对现在有所启迪 所以当代艺术 会被未来的艺术所取代 我们的这个世界 也会被未来的世界所取代 这个东西 古往今来 谁也不可能把它 停止 不可能 所以我们就要 勇敢地面对未来 人工智能呢 我关注了它大概三年 关注了三年 我就在 因为我是学哲学 也是学艺术的 还是学美学的 我刚才跟我们那个探讨 我掌握三部经 第一部经 圣经 它是信仰 对信仰不能质疑 我不质疑的东西 第二个就是 我们中国的一部经 叫易经 这个世界是变化 如何变化 我们的易经 给了我们智慧 再一个经 就是道德经 我们想每个人 都是管理这个社会 作为 道德经 实际上是一个 帝王学 是一个如何管理 这个帝王 如何管理天下 这个到时候我们 我们会在 这个哈佛商学院 跟各大商学院 给他们讲 如何去管理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 人和物 其实特别简单 就是人和物的管理 这个到时候 我们分为第三学科 我们首先 今天要讲的就是 什么是智能 什么是智能 科学呢 产生了逻辑思维 产生了我们的规则 产生了系统 智能这一块 我认为 是未来科学 要挑战的 要挑战智能这一块 但是恰恰 科学的 它的原理 不是智能 它是理性思维 它是理性思维 假设逻辑和推理系统 所以它才能有 有数字分析 智慧这一面呢 我们中国的 有一部经 就叫道德经 我们的道德经呢 我们的道德经 是源于周易 我们的周易 是讲变化 我们的 我们的道德经呢 是讲如何在变化中 调整自己 调整自己的 由知识 向智慧的转移 我想呢 科学呢 是知识的 没有人去否定科学 也没有人 去质疑科学 但是科学就是质疑 科学就是质疑一切 你才是科学的 才是科学的精神 科学不断地质疑 没有谁是伟大的 在科学 就是不断地去质疑 你这个权威的 你这个认为 高大上的 在质疑的过程中呢 人类不断地 产生了逻辑思维 产生了科学 产生了分科制 包括产生了数学 产生了很多 学科的分科 但是人呢 本能的一些感应 一些意识 一些感觉 我们退化 这是人类 几千年文明的开始 就是我们 区分了 我们的感应系统 出了问题 出了问题 这是 我对人工智能的 一个想法 也可以说是一个贡献 我认为人工智能 首先 人工这一块 完全用科学 用数据 可以解决 用科学 一点问题没有 但是智能这一块 科学家是做不到的 科学的本身 不能智能 它只能知识 它只能用死的数据 用假设的东西 不断地推理 它首先 前边的假设 就是不存在的 它的数据 包括现在的 为什么说 我的思想 首先 我站的是Google Google在人工智能里 是No.1 它说 Google主要的原因 就是它有大量的数据 它有大量的数据 它的数据的采集 用各种手段 比如说我们的Google信箱 我们的这个系统的采集 它有这方面的 别人没法跟它竞争的 但是问题是 在智能这方面 我要用意识 要用意识 代替数据分析 这个呢 就是人工智能的 2.0到4.0的转移 就是我们让 让数据化 让数字传输系统 用数字传输 传输的是 给计算机 更多的意识 和它的 感官系统 这样呢 怎么样才能解决这问题呢 我们用生物科技 用生物科技 跟人工智能 很好的结合 现在其实人类 在生物科技这方面 包括 也是一个突飞猛进 它的突飞猛进 也是因为手段的 手段的这个先进 比如人工智能 为什么2015 2016 2017 人工智能 才突然被提起呢 很多人说 我研究了30年 我研究了300年 那时候还没有电脑 是因为 计算机的功能 它的数据化 数据化 它的数据分析 它的数据 大数据 形成了 从2015年开始 这个人工智能 进入了一个 2.0 原来是 这个人工2.0 这样呢 其实也是 30年以来 工业在自动化系统中 迈出了最大的一步 其实主要还是 工业自动化 自动化的系统 当然我不是学工科的 我也不去探讨 这个 不去探讨 这个工业的事 我们现在探讨的就是 什么是智能 希望你们 现在的知识 等于零的时代到 就是你学的知识 根本没有用 因为知识 不断地更新 不断地变化 而且现在 你们也不需要 记录很多知识 你们要学的是什么 学的是方式方法 和你的感官系统 就是你的观念和思想 ideal 你的ideal的 怎么来的 是感觉 感官 就是对这个世界的把握 世界的把握性 不是我有知识 不是我 我有掌握了很多技术 这些东西 都在未来的人工智能体系里 被不断地淘汰 包括昨天可能听 李开复博士讲 讲了很多东西 就是我们面临着 我们现在已知的世界 是被人工智能淘汰 所有技术的 比如说律师 医生 所有技术行业 包括快捷 这些技术行业 五年到十年之内 在人工智能这个高速发展中 你们都有可能被淘汰 唯独不能淘汰的 就是思想 你的思想要更新 我们要升级 我们要从2.0升到4.0 我们人类啊 潜力无穷 人类 我们的潜力到底有多大 它就是未知 我的原则就是 人工智能与潜能的合作 潜能是对人的研究 智能是给机器 给计算机 让它智能 人的潜能的开发 是无限的 所以呢 我们的主题就是 未来 未来是什么 包括呢 我希望很多投资的人都说 我投资什么 你投资未来 我们这个产业就叫 未来产业 生物一样 人工智能 这两个只是手段 最终怎么样才能 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 是因为 人的文明 整体程度的上升 人类的潜力 不断地挖掘 人的潜力是无限的 科技不过是手段 科技跟人的潜力 跟的潜力的 这个碰撞 它才能产生智能 也会产生智慧 这样呢 咱们不是个哲学的 空洞的分析 我们现在的科学 我们现在的科学 它要跟哲学 要跟智慧 有了交叉碰撞的开始 这也就是未来 我们的未来 如何用哲学来改变科学 改变 让它冷冰冰的逻辑思维 让它冷冰冰的数字分析 更加有意识 有分析能力 其实为什么计算机 这次2015 2016 没有特别 它已经可以自己分析了 它已经可以深度学习 学习人的东西 但是这个问题就在哪呢 就说在它学习的过程中 在它学习的过程中 它学的是人呢 就计算机开始学人了 比如说学怎么下棋 它会学以后 以后计算机可以 人脸识别 包括各种的动态的开始 这也是计算机 不断地要升级的 它的原因之一 面临着问题就是 我们的未来 如果是人机一体化 这也是我们现在的老板 跟科学家要投资的 说我要投资什么 人机一体化 人的劳动部分 人的复杂的重复部分 一定会被计算机取占 只要你还是 还是那个劳动的 重复的 甚至危险的 甚至这些 都会被计算机取占 所以呢 这些资本家 你们现在关注的是 一定要投资未来 我说的未来有多远呢 如果一百年 就对我们就不是未来 一百年我们都不在了 一百年前我们还不在 投资的未来 就是五年 十年 十五年 如果这十五年 你今天的成功 今天的投资的眼光 跟你找的那个感觉 对了 你十五年可能就是马云 你可能就是比尔盖茨 比尔盖茨 他也只不过在当年 那个十五年 把握住了 那个敏锐的那个动态力 所以并不是知识 并不是科学 也不是一套理论 可以能提升人的 敏锐的动态力 所以这个东西呢 接到了我们谈到了 对物质的感觉 这就是我的人工 人工智能 4.0的开始 就是让计算机 要有像人一样的 感应系统 和意识的存在 所以呢 Google的大数据 对我来说 没有用 我就用感应系统 加意识 加逻辑分析 加上数字分析 我不要那个数据库 数据提出来的 都是过时的 都是没有意义的 就是对当下的 这种感知系统 让计算机 更多的 跟生物科技的结合 让人工这方面 跟生物科技的结合 他学的是人 未来他可以代替人 是没问题的 我让计算机 更有意识 更有模式 更有思维模式 给他一种生命力 这种生命力 我们的人的生命 是上帝给的 计算机的生命 是人给的 但谁让我们给的它呢 是上帝让我们给它 他会替我们 去做很多事情 所以我们 4.0的计算机 包括机器人 他会有人 给他的意识 但是这个意识 是人给他的 是人给他的 所以我们 也不需要有什么恐惧 因为我们人类 还要不断地 挖掘人类的潜力 我们的潜力 是很大的 我们在现代文明 也不过几百年的事 我们现代文明 也不过几百年的事 我们现在就 崭新了这个速度 所以人类 不要恐惧未来 我们很多的话题 一说人工智能 周老师你说说别人 计算机把人代替了 那怎么办 我说对不起 你这是伪命题 这个命题根本不存在 很多人提出这个问题 就是人对未来的恐惧 我对未来充满希望 我讨厌的就是历史 因为我是学历史的 我最讨厌的就是 过去的东西 不要拿过去说现在 我们更多的是 当下的把握 和对未来充满希望 人类才会有希望 整个的人类的社会 是一个塌陷性的 从道德 从道德 从法律 整个的社会 是塌陷性的 如果人类对未来 没有希望的话 我们还活什么劲 是吧 这样呢 我会把人工智能 跟生物科技 充分地结合 就是人工智能4.0 可能你们既然来的人 可能也对人工智能 有了大概的了解 这个李开复老师 讲的都是科普 讲的是人工智能的科普 大概他 你把他的书看完以后 你也知道 他说的人工智能怎么来的 所以为什么我都希望 你们赶快去听李开复的 听完他的 你的问题就不会说 不在这个编辑 起码是在编辑里的 我给你们讲的是科幻 我们的幻觉 跟我们的幻想 还有我们的理想 一切一切不是做出来的 是想出来的 未来的人 就是去想 让机器去我们做 我们想出来让他做 机器人可以代替我们 做很多 我们不愿意做的事 他愿意做 让他做的事他就做 但是想 是人类未来的 最重要的东西 不是做 是想 所以说很多 说未来的当代艺术是 我是做艺术的 我说我们未来的艺术是 我是想艺术的 因为艺术 社会越来越观念 思想 体系 标准 我们只要设定好的观念 标准跟体系 一切的科技都能把我们做到 把做的事交给科技 把想的事交给我们 所以今天 咱们能做到这儿 没有完整的东西 而且我讲的 没有对错 你讲的对错 没有 你也不要把我说的话 当成多么正确 我的话 有一句话 对你有了启示 今天你就没有白来 有一句话 这句话对我有启示 对你有了启示 你就今天没有白来 我认为 你们现在 千万不要再学知识 不要学技术 你们要学思想 学观念 学如何建立 这个体系 如何建立这个标准 你学 因为知识是被淘汰的 你今天学的 明天就被淘汰了 因为这个世界 在高速的变化中 我怎么样才能用不变 用万变呢 包括很多人 我不相信 他的那个叫创意工厂 能有创意 因为他都是一帮理工男 这些理工男 怎么能有创意呢 所以人文学科 人文学科 要帮助科学 帮助技术 让他智能化 这个我觉得就是 思想 就哲学 跟科学的融合 艺术 以技术的 完美结合 我们的手机 已经成功了 苹果手机 它既是 科技的结合 也是 艺术的完美结合 所以你们要了解 什么是后现代 什么是极简主义 看苹果的手机 它的设计的美感 完全都是 极简主义 后现代的思想 这就是 它成功 它技术 它不比别人 有多牛 但是它的设计的美感 包括它那个 服务的理念 包括它的观念 所以苹果成功 下一个成功的 可能就是你们每一位 每一位成功 在知识 知识这个方面 知识这个方面 让记忆 交给 电脑吧 让我们 更多的去 梦想 理想 如何实现 自己的梦想 一切都是想出来的 记住了 这个世界万物 都是想出来的 做出来的 会交给机器 交给技术来做 所以呢 今天呢 我们是一个 用观点 用思想 用我的感性思维 用我的意识思维 给人工智能 下一个 提出一个 新的方向 如何智能 我们现在不要考虑人工 人工这块 人工智能 人工不重要 不是你们考虑 你们要考虑 如何智能 怎么智能 什么叫智能 你提出问题 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 如果今天有一个准确的答案 就是过时了 就是没用的 一切未来的可能性 都会存在 所以这就是 也是未来的魅力 如果我看一个 四十岁的大姐 也就这样 我看一个 十五岁的小姑娘 哇 她还有可能更漂亮 所以呢 这就是艺术家的 艺术家对感官系统 感应 要比理工的 要比学理工的 更足一点 更足一点 所以我们 我们今天 大伙能这么热 能坐在这 我们对人工智能 会有非常关注 未来的经济 未来的社会 可能你们在这个时候 有敏锐的洞察力的人 投资未来 投资未来 你才能有 更美好的世界 OK 我们都非常关注 这个人工智能 因为今年的号称是 人工智能的原理 比如说我作为一个投资者 我要在这些领域里边 投资的话 您有哪些好的建议 给我们 咱要这个investment 比较最好 好的 这个问题呢 也是我在探讨的 就是你光学哲学的 你给我玩概念 你告诉我 我拿钱投什么 第一条呢 人工智能 现在就是自动化 最早进入市场的 一定是取代人的事 比如说无人驾驶 比如说无人飞机 就能取代人的事 这个领域 是现在已经开始招手了 也是招手 比较成熟的技术 就是能取代人的技术 比如说 我上次我跟那个也在谈 我们在研究一个产品 叫未来战士 我们在抢险 战争 探险 包括反恐 包括警察 我们完全可以 用机器人取代警察 取代反恐专家 取代这些危险的 包括现在的 从生物体系 包括机器 包括比如说保护装置 包括自动控制 在这方面 我觉得你们可以 在这方面抓紧投资 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 人才的竞争 为什么李开复 昨天去的 去的 哥大 前天去的 哈佛呢 他就是对人才的抢 现在能抢到人 钱不重要 钱太多了 现在世界 这个资金太多了 主要现在就是 人才的竞争 科技的淘汰 人才的竞争 你能抢到 你能抢到一个专家 能抢到在人才技术上 在人才上的投入 就是对未来的投入 我现在问个问题 我是非常赞赏 你刚才讲的话 不要惧怕人工资 说实话 有的说的起点到来 起点到来的话 那就是人的毁灭 我认为这是不对 根本不对的 我们谈到哲学 哲学里面有一门分支 叫做认识论 认识论的话 当然的话 以前的话认识论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我们这些都学过 相信大家都学过 但是的话 其实认识论很广泛 我们现在就问 这样一个问题 一堆物质 马力是一堆物质 人也是一堆物质 但是这一堆物质 可以对另外的物质 产生一种认识 这个里面就有规律 这个规律就是 认识论所探讨的 当然现在认识论的话 以前的话 比如说从希腊下来 一直到赫格尔 这些都有 但是现在认识论的话 实际上已经在数学化 就说的话 越来越深入 这是我的理解 刚才你谈到这个 我现在想对你提个问题 你刚才谈到义经 那么义经的话 在我的理解的话 是对这些都是有相关的 想听听你的见解 OK 这个咱们这个数学家 但是他是西方数学 西方数学 跟东方数学的区别是什么 我们现在的 我们现在所谓的数学家 他绝对不是东方的数学 东方的数学叫相数 东方的数学是从周易里来的 我们更多的是眼数 大眼之数 周易 周易讲的其实就是一个相跟一个数 二十篇纸就把周易讲明白了 义经是东方思想的开宗名利 我们的这个相 我们相数是不分的 相数不分 所以这是东方周易的哲学 西方的科学 它是数是算 算数 我们是眼数 这就是完全两个数学体系 我们的数就是 基数偶数 我们不断地演化 我们不注重测算的结果 我们更算的是公式 我们的是眼数 不是算数 现在的计算机 正好利用了 我们这个正负的体系 所以我们的算法 跟西方的算法 不是一回事 谢谢 那我就再来问更深入一点 不想的话 想大家也不会建议 不建议 我们就更深入一点 我就问这个问题 既然是周易 周易的话 往往是会有预测未来 很多人都用它来预测未来 算命 那么的话 这个里面 就说的话 这也是对于经验的问题 比如说的话 我投资也好 我做什么事情也好 我总是有成有败 有成有败 这个是很容易的 比如说我成了 那么我可以不做这个事情 这个很好 那么我败了 我应该怎么办 好的 对吧 这个周易来讲的话 怎么处理 周易呢 是中国人的智慧 周易他在测算的过程中 他讲的是全方面 就在道的体系里 周易并不是讲好跟坏 他会 比如说为什么我的老子 他有智慧呢 他是永无相生 永无相生 你的好不一定是 如果在这一段里 他是好 如果整体的看 好坏是不分的 好坏 如果整体看 中国的哲学 是个整体哲学 不是个分裂哲学 西方的哲学 就不断地去分 去分 它的系统不断分 东方的哲学 更多的是 是统合的 它是整体看世界 这是中国哲学的智慧 它不是从每个点上去看 所以呢 在这个过程中 它还有时空的转 时空的问题 所以我们更多的是 中国哲学 更多地讲周易复始 要看整体 不是看局部 所以就 包括刚才您提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再深入一下 自然科学 是有规律的 有规律科学的 不管哪个自然科学 但是人 这个人 人是变的 所以中国人讲 变和不变 学自然科学的人 不断地从自然的实验中 找到了自然不变的规律 但是从人文学科来说 所以老子 更多地把人跟万物相比 人跟万物相比 中国的哲学 往往是 人跟万物 来先用万物 来反映人的变化 其实呢 也只是假设 人的规则 因为自然界是 自然界是 它的变化是有规律的 人的变化是没有规律的 人的变化是没有规律的 人是善变的 记住了 没有人永远爱你 也没有人永远恨你 也没有你今天成功 明天永远成功 不可能 人是善变的 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 你最大的敌人 就是人 不是自然界 自然界的规律 完全用科学 自然科学 自然科学家 能掌握到规律 人文学科 非常难 因为人是善变的 人文学科 跟自然学科的结合 要结合 结合来提升 提升 才能掌握了 掌握了这个 人跟自然的规律 其实人 一出生 人就在跟自然 其实不是斗争 人在不断地 从自然中 学到怎么做人 连刚兄 他提了一个 颠覆问题 我想提这个问题 就是说你是怎么 准备 颠覆 谷歌的 这个是我 提的问题 好的 其实呢 颠覆性的东西 不是技术的 冲撞 是观念的 冲撞 我要给 当然这个世界 现在为止 高科技人才 包括资本 这些资本 都在美国 也都在Google 在这个领域里头 没有人能跟Google竞争 他既有钱 又有人 但是他现在 更多地掌握的 是高技术人才 高科技 编程序 他们不能在这个领域中 有突破的原因 就是他们 观念受了限制 他的思维模式啊 科学的本身 就是他有 他是有一种限制的 就是自由 不是相对的 他的科学的逻辑 本来就限制了 他的思想的想象力 我们的这个 对Google 对Google这个体系 技术 人才 资本 根本没有可能 如果按照他的排序的话 你任何人都不会超过他 当然在思想领域里头 在这个观念中 这个标准的设置 这个体系的建立 不是靠钱 靠技术 是靠思想解放 是靠我们东方人 对意识的认识 和对我们周易的逻辑 周易给我们的逻辑感应系统 去颠覆他的 大数据 这就是我针对他 大数据的质疑 科学嘛 就是质疑一切 我质疑他 我会 我的质疑 会触动 他在科学领域的 科学领域的这些专家 有一种新的启示 哦 原来还有一种意识 还有一种思维方式 可以代替我的数据 我的逻辑推理 我的分析呢 哦 原来意识 可以代替这套形式 这就是我对 Google的挑战 我希望咱们那个 今天开始 Google它就有一种警觉 它是 它有一种警觉 原来技术 它是掌握的 但是我的新观念 我的新思想 我重新建立一套新的体系 是 是对它的挑战 我接着提一个问题 因为Google Google的董事长 5月5号 我还见了他 我还跟他合了影 他非常平均人 也是非常成功的企业家 大概十年前 他加入Google的时候 Google刚200人 那个刚开始挣钱 他加入之后 是董事长执行的总裁 这样身份到今天 他那个把Google 从一个刚开始挣钱 才200人 作为今天呢 7万多人 1000多亿的收益的 这个超级型的公司 李开复博士昨天说 在中国 全球 现在有九大 黑洞 大公司 其中就是Google 苹果 像中国也有腾信 有阿里巴巴 也就是说 黑洞的意思是 什么东西 进到它那个系统 它就吃掉了 所以就是说 在颠覆方面呢 我也很欣赏 这个 连刚兄 讲到的 用东方的艺术和智慧 来颠覆西方的 这种东西 我也想请教你 这个角度 你是怎么看的 怎么颠覆 对 我觉得 折磨不是我的事 折磨是科学的事 是科学家的事 哲学家不解释折磨 哲学家只给你一个方向 方法不是我解决的 我可能会用很多年轻人 他们的这个技术 包括他们科学的这种思想 我并不是用哲学的观念 去对抗科学 那我就是伪命题 我用东方的思想 东方的思想 西方的高科技 去改变 改变 现在的这套体系 它已经从两百 十年前的两百人 到现在几十万人 上千亿 他快over了 就是一个八十岁的老头 他可能有上亿资产 跟五岁 只有五块钱的小孩 那个八十岁快over了 任何一个人 任何一个事物 没有一个几百年的公司 不over了 我看到他的伪诈 就看到他要over了 我看到他的生命力 我认为 我们这个所谓的 所谓的Google 所谓的苹果 就over了 非常就over了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谁也躲不开的悖论 当你是亿万富豪的时候 这个企业 你不是当年 背着包五块钱的穷小子 那个时候的思想 它有庞大的体系 包括我们中国的企业 为什么不可能 我们的大企业 基本上背后都是国企 我们对创新 别想创新 你在这个体制里 这个体制本身就是 对生命力的里面 和压制 这个体制的建立 也是你走向死亡的开始 我们东方人一直就讲 讲生 不讲 不讲这个 怎么说呢 我们不讲分 我们更多地讲生 生生不息 这就是东方的哲学 我们往往都是在 周而复始 生生不息 这就是周易 给东方人留下的东西 我们都是一代一代生 他的十年前是对 他的今天 就是他的丧终的开始 因为他太庞大 他已经成为一个帝国的时候 这个帝国就崩盘了 秦国 强大的秦国 秦统一之后 十五年就崩盘了 是因为他的体制 他的体能 限制了他生命力的发展 所以我们每一个年轻人 都有希望 他之后生出来的东西 是最重要的 所以不要看 他体质有多大 他有多伟大 那都是他 进入这个三高的开始 那我呢是接着 告诉他说的这个问题 因为现在说到 这个技术领域的九大黑洞 就是这九大公司 包括中国的腾讯 阿里巴巴 美国的苹果 Google 包括Amazon 这些公司呢 他把所有高端的人才 都能吸到里边去 因为非常高额的工资 第二就是说 任何好的项目呢 他也都能买进去 就是把技术和人才 都作为一个黑洞 这么个做法 那美国呢 这个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创新也很多 最主要在于应用 他们谈到一个问题 说MIT一开始设计 这个人工智能的时候呢 出来了好多的理念和观点 包括他们的一些事业 都没有实际中呢 应用上 后来我听说 他们MIT 有一个科学家说是 我们可不可以把它用在 吸尘器和扫地这个方面 其他科学家说 你这太低端了 不可以 我们至少不参与 我们觉得 你这不够好 后来这科学家说 OK 那我也比较年轻 我也不怕丢人 我呢把它做成 吸尘器和扫地 打扫卫生的这个 结果做出来以后呢 一年以后 产品成型了 头一年的销售利用 就有 就有那个 八千万美元 后来非常好 后来这个 吸尘器自己还会下楼梯 现在自己又会充电 又会把地的 还会喷水 把那个 大理石地板 洗得干净 包括地毯 洗得很干净以后 他们觉得 人工智能 最主要在于应用 今年作为 人工智能的元年 他们也有一些 科学家提出来说 最好不要做成 人的形状 把它做成 机器的形状 所有的围绕 人工智能产品呢 做成 做成那个 机器形状 人们就容易接受 否则的话 人们觉得 太和人 长得一样了 也不行 所以说 在现在来说 主要在各个领域的应用 那么 它怎么应用呢 就是用大数据来分析 昨天李开复老师 谈了一观点 比如说 做一个美涂秀秀 咱们可能 好多人都用的公司 过去呢 它根据 亚洲人美涂 喜欢美白 美国人这些 美涂更喜欢说 小麦肤色 更好 健康一些 那么 它现在出来的话 自动美涂 就可以让它 比如说 平常根据你的习惯 你是用中文的 还是用英文的 或者用法文的 就可以美涂 让你更适应 本地的颜色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 我觉得 这个人工智能 无论以后 怎么设计的话 最主要还在应用 所以未来十年呢 是应用的十年 包括宋老师 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是的 现在这个人工智能 不再是一个梦想 已经是 现在已经走入生活 如果你的科技 你的思想 不能为人服务 这个科技是没有价值的 也不存在的 包括你的离 包括你一切的事物 这个事物不能为人服务 这个东西不存在 它也没有价值 也不会有市场 没有价值 更多的领域 是为人服务 代替人 做一些危险的 人不能做的 人重复的东西 所以它 可能在五年之内吧 它的系统 它的系统会取代 人的很多工作 但是这些都是 人不愿意干的 这点既不要恐惧 而且我们要兴奋 我们终于有一个人 中国有一个机器 可以帮我们 做一些不愿意干的事 所以现在的投资 不要投资太长 就是五年的应用 五年 五年人工智能 会改变我们的生活 非常快 您说人不要恐惧未来 那Google的AlphaGo 击败了韩国的 期望里事实之后 很多网民感到非常哗然 觉得好像一旦机器 人工智能化了之后 它有一天是会超过人的 也像您所说的 给它更多的智能 给它更多意识 更多感官 那人是有七情六欲的 那也许有一天 机器它会有了 它的主观的判断之后 它是否有可能 会做出不好的事情 那这个会让人感到恐惧 您是怎么理解的 你这个问题 就是网民的问题 我代表网民向您提问 就是 咱们的网民呢 就是普通老百姓的想法 普通老百姓 普通老百姓的想法 就是人类 对未来的恐惧 未来什么样子 是每个人赋予他的情感 所以说呢 这个问题 基本上只是情感的发现 并不是科学的 跟哲学的分析 是多年来 人类对未来的恐惧的结果 并不是说 你说我这样 我恐惧 是 人对未来都有恐惧 都有恐惧 但是呢 人类不断地进步 人类文明不断地进步 这些恐惧都不存在 因为你想一想 我们比二百年前的人 是不是在物质文明上 文明了 我们 那如果二百年说 哇 万一有了汽车 我这赶马车怎么办 马车说 根本不需要考虑那种 从历史的 两三百年的经验中 证明 我们人类一天比一天好 我们人类会一天比一天好 虽然说 在人文的领域里边 我们是落后的 我们科技这两三百年的 高速发展 稍微的人文体系里 有些落后 没办法 没办法 但是呢 人类现在 由于高科技的发展 由于道德 文明的落后 所以你看这个世界 是塌陷的 塌陷的 比如说 人的私欲 人的私欲 比如说西方的科学 是对物质 不断地细分地追求 比如西方的这个体系 是 西方的体系这种 商业是挖掘了 人贪婪的结果 用贪婪的本质 去推动了社会发展 但是 它没有解决 人的贪婪 这个问题 但是就是利用人的贪婪 实际上 你用人的野心跟色欲 去引领了 这社会的发展 它成了动力 但是它到底 正义不正义 人类到那天 会有 会有不断文明的进步 会解决这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 就是当今的21世纪 这个社会是 这个是怎么样去支持您提出的这个人工智能 人们又是有什么样的欲望 想要让这个人工智能作为一个普遍来研究的一个革命来做 好的 当人们提出这个启蒙运动也好 就是比较唯物主义的这种精神的时候 那么唯心派就跳出来 就说这种冷酷的机器 或者会影响我们人们这种心理上的一种自由 我觉得 孙老师的朋友意思 就是说他用东方的这种意志和 就是理性 结合起来去共同产生这么一个人工智能 我想请问一下 您在这个唯心和唯物这个两边是怎么平衡的 好的 当今的世界不管艺术跟社会 都面临着一种凋敝 现在是一种 这个世界凋敝的感应 因为到中国的体系 实际上是周朝的体系 在周朝 他由于他周朝的周理的凋敝 他才出现了大量的纷争 所以这个世界的 美国虽然是老大 但是这个世界不断地在凋敝 凋敝的 给学人类发展史的 包括艺术史的 这种象征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就是新老交替的开始 新老开始 就是这人 你看着它很强大 比如说这个世界体系 看着它很强大 它出现了心理过速 它已经承受这个压力 这个世界是在凋敝 这个凋敝一定这个时候会出现 就是周朝后期才会出现 春秋五霸 战国七雄 才会出现新思想 新旧的这种碰撞 但是人类的历史 太大的代价 就是新老更替的代价 就改朝换代的代价 和人类文明这种新老交替 这个时候呢 由于全球化 由于全球化 人类不同地找到了共识 我们怎么样才能可持续发展 我也是研究 可持续发展的这个体系里面了 我认为人工智能 也是可持续发展 这个我们的需求 就我们怎么样 新老文明的过渡 过渡过去 所以呢 我们人类几千年的文明 不是白来的 这么多年的 这么几千年的战争 分裂 掠夺这个历史 是 历史是个野蛮的历史 到现在为止 我们还让野蛮延续下去吗 绝对不是 我们要给我们的未来 一个 和平的 可持续发展 过渡的美好的未来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科学 哲学 我们要解决的是 怎么样才能 可持续发展 怎么样才能 新老文明的 这种代替 说到底 人类社会 不管做什么事情 都是欲望是最重要的 没有欲望 什么事情都做不成 什么事情都不会开始 对吧 那么对人工智能来讲 那么驱动它往前面 滚动的欲望 究竟是什么呢 刚才孙先生也讲了 我觉得讲得很好 对吧 就说的话 有凋敝 有矛盾和冲突 对吧 但是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 更细化一点呢 这是我请教 孙先生的问题 好的 现在高科技的发展 人类在 在这个 计算机 这个问题上 不需要恐惧 这是一个 第二个 计算机能代替的 只是 人的重复工作 人的危险的 工作 它不会取代 人 人到这个世界 已经几百万年了 它累积的基因 它累积的这些东西 不是一个 你制造出来的机器 就能取代的 情感也可以 我们的人工智能 这个意识的生成 它由它上升到 第二阶段的时候 就是计算机 它把人的情感 意识 思维 感官系统 跟计算机的结合 它的分析系统 并不是靠大数据 为什么 我的理论出现之后 我认为 颠覆是一个 这个Google 是一个可怕的 一个惊雷呢 就是它垄断了 这些数据 它的采集数据 包括它的这些 大的技术 没有人按照 它的这个模式玩 它就是一个黑洞 你什么来的 都把你吃掉 太大的一个黑洞 但是我们重新建立一套 标准系统 重新建立一套体系 我们还不带它玩呢 我们这个玩的方法 就是让计算机 有意识 有感官系统 有让它有情感 但是我们的东西 如果人类 不能整体的文明进步 那计算机也能杀人呢 也能把人的那个 人类丑陋的意识 给计算机啊 那才是人类的可怕 人类的可怕 是人类的罪恶 不是计算机的罪恶 计算机是人造的 所以人类在几千年的 这个几千年的新的文明中 我们的身上的毛病不改 如果计算机是人做的 那我们人类的贪婪 欲望 自私 恶毒 这些东西 如果把这个病毒 传给计算机 那才可怕 其实病毒不是计算机的病毒 是我们人类自身的病毒 传给了计算机 所以这个呢 也是新的事物出现之后 不一定都是美好的 所以它是阴阳对贺 我们既然有计算机出来 我们就有计算机安全 怎么防治病毒的系统 就会出来 这是升级的 这不用担忧 这不用担忧 人类文明的 人类整体文明的进步 才是最重要的 对你认为 我们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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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我们的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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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定的 这是一定的 现在的这个 李开复也说 人工智能不能触及艺术领域 这是一定能触及 我们的未来艺术 我们的未来艺术 就是用人工智能的这种工具来做艺术 是人提供人工智能 未来的人工智能 不但能画画 还能跟你谈恋爱 还能跟你交流感情 甚至他还能跟你 以后不需要老婆 就是找一个人工智能 你想要的情感 他都能反映 这才是有感应 有意识的人工智能 李开复说 数据不能影响艺术 这是对的 是他的数据不行 我就不是数据 我是计算机的意识 感官系统 跟他的系统不一样 数据是不能搞艺术的 工业是 工业就机器是不能搞艺术的 但是计算机 它既然是智能 智能计算机 我的计算机的升级版 4.0的 就是对感官系统 你告诉我艺术是什么 我们都是学艺术的 艺术就是感觉 系统的感觉 有系统的感觉就是艺术 我就是感觉是不是艺术 不是 但是这个系统 只要是系统就可以编成 观念的 标准的系统 三个组成部分 观念的是最重要的 计算机 它首先是系统的 你们都承认计算机 可以有系统的吧 系统的 标准的 观念 这也是西方哲学的 三个体系 系统的 观念的 标准的 既然这些东西 都可以突破的话 不但智能的计算机 可以做艺术 甚至它还可以 引领人类的艺术 就是以后我的老师是谁呢 我的老师就是计算机 我的老师不是一个人 现在日本 已经开发了叫 智能学校 你就跟你的软件子 在学习 根本不用跟老师学 所以呢 一切的未来 都有可能 所以他说的不可能 是不存在的 因为只要是未来 只要是智能这方面 都有可能 所以未来就是未知 你不能否定未来 未来是不能否定的 我们只有不断地肯定未来 我明天一定娶你 我今天晚上over了 我明天一定给你钱 我over了 因为上帝随时让我们over 上帝说 你别牛了 快回来吧 我就上天堂了 我欠你钱 你跟人要去 所以 所以说 未来不是肯定 不要用我们的假设 以后未来怎么样 不要那么想 未来就是未知 未知它有它的刺激性 就是因为它有更多的可能性 你说 人工智能不能做艺术 人工智能什么都可以做 那是人类未来的未知性 我非常同意您将科学与哲学 结合技术与艺术碰撞的这样的一个观念 但是你同时又强调了东方思想哲学 对这个科学或者是更细致化的人工智能的一个影响 我想请问西方强调的创造性思维和你的东方思想哲学意识 对人工智能和对科学领域的影响的区别和共同点是什么 同时如何将这样的一个非常未来性的观念 能够传达到更多的人的这个更广阔领域 就让投资界或者科技界不管是中国或者美国或者世界领域 去了解您的观点和接受您的观点 从而被启发被影响 从而来颠覆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好的 这个是我今天就是要做的这件事 我们现在的Facebook、Twitter、YouTube这些传播系统 我们现在说的已经被全球传出去了 我们现在这些传播不是问题了 问题是传什么 如果我传的是新观点 我的思想能启发每一个人 也许就是一个偶然去上Facebook、Twitter 哇 这个能启迪我 他的企业 他的人的思想升华了 他的企业 他的观念转变了 他也许就是重生了 也许救了他的企业 他的企业也许更服务了社会 也许川普听到我的东西了 他就不会这么想了 川普要听我的 何必这么困惑呀 当什么总统啊 是不是 那是又受累 又挨骂 又不落好 我是川普的支持者 我才不觉得他当总统怎么样 美国当总统不是个好事 那个啥也干不了 不像中国是当个省长 三七四切的 这一个都有人盯着 所以呢 就是观念的 他实际上 他还是观念的落后 我们观念的转变 才是颠覆这个体系的 你孙莲刚 凭什么说你能颠覆Google呢 你这不是狂言吗 是的 我用观念颠覆他 我用思想颠覆他 光荣的是希腊 伟大的是罗马 希腊那么伟大 是光荣 是因为他的思想 他的哲学 苏格拉底 柏拉图 罗马的伟大 是他建立了法律体系 他建立了人的规则 所以他伟大 一个思想 就能颠覆这个世界 所以为什么 苏格拉底要被干掉 是因为他 他用哲学的批判 哲学的批判的精神 哲学家 没有一个好下场 是因为什么 因为他说真话 在过去说真话 老子说完真话 马上就藏起来了 到树林里藏起来了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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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完 五千言 说 那个 司马天说 这个藏起来墨汁 找不着了 过去 愚昧的人类 谁说了真话 他就完蛋了 他就死 他就活不了了 当今的文明 当今的文明 说真话的人 太少了 能说实话 就不错了 所以有科学的态度 就是求实的态度 如果有哲学的思维 就是求真的态度 所以真实才是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最需要的 所以你们抓住了 这次产业革命 产业更新 这个时候 投资未来 这个时候 你们每个人都有机会 别看什么微软 苹果 这些人 就这些机构 他们马上面的就是 不升级就死亡 他越强大 他越一千个亿 他越几十个 我眼看着他 眼看他起高楼 眼看他验宾客 眼看他楼他聊 但是我不敢得罪的是 我们这些背着包的 小科学家 这些小学生 他们的 也许他们的发明 就是改变我们人类 未来的开始 所以我对未知充满希望 我对现在那些巨无霸 根本不放在眼里 希望你们能听懂我的话 稍微从我这里 有一点启发 不要讲说你对错 不要跟我争对错 对错很有意义 我说的 哪怕就有一句废话 对你来说 有到了 有到了 启迪的作用 有到了 那个 对你有了 有用 我说了一堆废话 就有一句话 对你有用 你今天就为白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